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概述 弟子归原名迅蒙文 为清朝康熙年间秀才李玉秀所作 其内容采用《论语学儿篇》第六条 弟子入则孝 出则涕 谨而信 犯爱重而亲人 行有余力 则以学文 得文艺以三字一句 两句一韵编撰而成 分为五个部分加以演述 具体列举出 为人子弟在家 出外 待人接物 求学 应有的礼仪与规范 特别讲求家庭教育与生活教育 后经清朝贾存人修订改编 并改名为弟子归 是启蒙文养正教育子弟敦伦敬奋 防邪存成 养成忠厚加工的最佳读物 弟子归 弟子归 圣人训 守孝涕 赐锦性 犯爱重而亲人 有余力 则则学文 弟子归 圣人训 守孝涕 赐锦性 犯爱重而亲人 有余力 则学文 本来 则学文 计划学文 今儿 则学文 则学文 第二 则学文 华语 明天 语 语